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联军干涉野门内战已于三年,三年来,武装到牙齿的联军始终直服不了野门胡在武装, 后者神出鬼没,利用社交媒体展示用游击战打击外国干涉军,尤其是沙特军队的录像,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,野门这个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,也玩起高技术战争,频繁用导弹袭击沙特这个最富裕的阿拉伯国家,野门胡在武装爱国者怎么了? 3月25日深夜,熟睡中的沙特利亚德市民,突然被导弹起飞的轰鸣声吵醒,原来是胡在武装发射的火山H-2弹道导弹起飞10分钟后,沙特防空军发现了来袭目标,迅速发射多枚美制爱国者导弹拦截,市民纷纷拿起手机拍摄战斗,可没想到,一枚爱国者导弹离开发射,架紧一秒就炸了, 弹体碎片像李花一样洒向大地,接着又有一枚爱国者导弹,在爬升途中失控,掉头冲向地面爆炸,拍摄视频的居民这才如梦初醒,纷纷钻进掩体里,在3月25日的导弹习程站中,大家对野门导弹,被拦截兴趣不大,倒是对王牌爱国者导弹出去有意见很大, 有人直接打电话质问沙特国防部和美国供应商雷西恩公司,前者只有自动语音提示,后者态度好一些,但只是所有导弹产品都经过严格质检,品质值得信任,用户为提供作战详情的空话, 通过分析视频,专家发现头一枚空中爆炸的爱国者导弹只有两个可能,一是,固体火箭发动机因异常燃烧爆炸,二是战斗部提前引爆,爱国者的战斗部有严密的引信和保险措施,不正常引爆战略极低,在导弹40多年服役史上从未出现过,固体发动机的情况却不一样, 它用的燃料事端抢击巨丁二锡,燃烧能量很高,工作时间为12秒,由于固体燃料的燃速比音速还高,若在生产和处运过程中,发生胶柱不匀,要柱断裂等异常,就会导致燃烧不均匀,乃至局部爆轰,引发全弹爆炸的事故,资料图,爱国者防空导弹,至于第二枚出故障的爱国者导弹,问题则截然不同, 导弹在空中掉头回转,最大的可能是控制系统的陀螺椅出毛病了,杀军使用的爱国者PAC-3拦截弹,只有末端制导采用主动雷达,起飞阶段则靠陀螺椅提供自身姿态数据,自动驾驶以控制尾部空气多,调整弹体飞行方向, 视频中,导弹升空后转向180度,极可能是陀螺椅或相关数据传输处理系统出故障,自动驾驶遗物将大地当作空中,强行将导弹飞行方向扭转掉头后,以俯冲方式坠地, 但更敏感的问题是老百姓为什么能拍到爱国者导弹发射视频呢?这就牵扯到爱国者系统的致命缺点,射程太近,爱国者导弹对飞机目标的射程可达100公里,但对速度可达8马克的导弹目标,拦截距离骤向到20公里,因此,杀军不得不把导弹阵地设在市区内,如此一来,爱国者以外爆炸或坠地造成附加伤害, 便无法避免国防现代化买不来,为了提高爱国者系统的连续作战和野战生存能力,美军建有完善的三级维护体制,即部队维修,基地维修及后方维护,尤其是部队和基地维修,能及时定位和排除导弹系统故障,减少导弹后送时间,提高出勤率, 可是,三级体制对维护人员水平要求很高,需要长期培训和丰富时操经验,才能及时保障和处理故障,按照美军标准,爱国者导弹维护军事,要经过三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维护培训,才具备相关资质, 然而,沙特军方却没有这样的条件,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人才危机,长久以来,沙特以石油出口获得丰厚收入,本国居民普遍不愿从事辛苦而危险的军职,一线士兵有70%来自巴基斯坦等经济落后国家,低级军官也基本由外籍人员组成,参军是为了挣钱养家,根本没有多少荣誉感和使命感, 军队实际战斗力较差,这是沙军在野门作战久拖不绝的直接原因,沙特政府虽然持举资为军队装备了最现代武器,但在战略战术和指挥控制方面,长期游王室人员把持,既能可想而知, 新民晚报沙特陆军的AMX-30坦克和操作人员,订阅关注国防时报牌投兵,纵览军情,聚焦热点